字幕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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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好 這堂課叫做激電系統熱船 我們是激電系統工當的水 所以我們在 設計一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 機 考慮電 考慮光 熱 以及等等其他 像化學啊 其他各種不同的聲音啊 這種物理現象 而這種物理現象本身都會互相影響 而且沒有可能是會被影響到系統性能 那傳統來說最主要影響系統性能的 就是機、電、熱這三種 那機械的話包括它的硬力、結構、強度等等 以及操作的順暢性 然後以及後續是否方便維修 而熱的話只要會動的東西都會有熱汗 只要有反應的東西都會有熱 那溫度、熱、有愛有壞 大部分是壞的 對系統感受是壞的 所以因此要散熱 要做妥善的熱傳管理 要做妥善的熱安排 所以我們這門課是從系統設計的角度 來跟大家講怎麼樣做熱移除、熱管理 那我們在這門課會以過去做過的例子來做介紹 其中我們會介紹的例子包括這些 前面看到我們有做了許多LED LED方面 LED是現在非常有名的光學取代的性能 然後我們會介紹我們在做LED的RAID LED陣列、LED的燈具、LED Holder、LED封裝 然後以及一個40W LED燈組的被動散冷卻 被動的聚熱槽 這是LED方面的 那另外我們會介紹熱加換器 黑影全球 我們會介紹Temperature Sensor 溫度感測器 以及熱管 然後另外這是我們這邊的一個專利 叫做熱管發電機 我會做一些介紹 再做介紹這是一個容易理解 可是怎麼去操作 那裡面會有它的設計方法 所以我們也會利用我們這學期 現在同學裡面剛好在進行的專題 來做設計的題目 做設計的題目 所以我們會介紹你們設計的方法 設計方法我們用的就是所謂的XGM 這個最佳化的方法 我們看這一頁 我們大概用的方法大概是 設計一個LED的陣列 我們這個例子 大家會這樣會很熟悉 很熟練 我們會用一整堂的課 把這個方法整個教一遍 我們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用一個多重物理量軟體 把LED的陣列把它模擬出來 模擬出來之後 我們會利用SGM SGM就是簡易公二梯度 法-simplify-conjugate-gradient-master 我們用這個方法 會教大家怎麼寫這個程式 然後怎麼去控制console 如何控制console 這個字 我們會用整整大概一次課或兩次課 大家熟悉了這個流程之後 我們就會拿你們自己現在正在進行的專題出來 然後進行console建模 然後從SGM去控制 所以我們這門課會分兩部分 一個是以前實際的例子怎麼做的 一個介紹 讓大家知道這套設計方法 在激電系統熱傳 它其實不只非熱傳 但我們主要針對在激電系統熱傳 還有哪些功能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那另外呢 你們也可以實際上會用自己的例子會做操作的部分 而我們最主要前面的四個例子都圍繞在LED 剛才那個是LED的陣列 就是一個燈具裡面的陣列那一塊 陣列那一塊要怎麼設計 那再來擴大到整個LED 做這個燈具的設計 這是一個實際幫一個廠商 實際設計的產學的案例 那從實際案例裡面也可以知道 這裡面最重要的 你幫人家設計出來的東西 用模型設計出來的東西 人家的加工可能要很貴很貴的 因此它中間會有一個余裕 考慮成本 在這個例子裡面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實證 那另外第三個LED的例子 就是講到LED的chip LED的chip LED的封裝 這個封裝 這個小小的LED 怎麼樣呢 不然我們要做LED的熱管理 從LED的陣列 LED的燈具 那這個小小的chip裡面 它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去設計它這個chip裡面的狀況 最後到整個LED系統 這是一個LED系統 然後用一個被動式的散熱 包括散熱模組整個放進去 然後讓這個散熱模組可以walk 它可以順利的動 所有的case 我們都強調了剛才的那個流程 你要建模型 要用方法去設計它 但是最後 我們要把東西實際做出來 做出來 做實驗 量測 做分析 確定我們做的設計是正確的 一切不是 不能以模擬為主 模擬 模擬只是一個參考 模擬只是一個參考 大家看到這種系統熱傳 或者看到這種系統分析的課 都會覺得 它好是在做個模擬 不是 不是 模擬只是一個參考 我們最後真的要把東西做錯了 限定的資料 實際的案子 這些東西才是真正的數據 然後才能證明你的設計是合理的 這是激電系統熱傳 我們講到系統 這系統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從這本課裡面 會學到方法 學到一些程式 懂激電系統裡面 熱傳相關的觀念 這是本學期 另外我們還會介紹很多相關 熱傳其他的案例 這是本學期所要上的課程